三位嘉宾 我们可能会做一些健身的动作 包括到一些健身的场所 或家具的过程中 会做一些班举这么一些动作 你们会经常做吗 有啊有啊 这个我每周都要做那个卧推啊 这些胸肌 我就举这么一个例子 这个病人呢 他大概三十来岁吧 工作的过程中 在班举一些比较重的一些 汽车的零件过程中 就突然之间出现的 说话不清楚 然后手脚不利索 然后出现一边的一个美丽 那么当时就马上出现了 这样一个中风的症状了 所以这个病人呢 当时非常幸运的话 他就马上有这么一个意识 送到医院 那当时他已经做了 相关的影像学的一个检查 发现很奇怪 当时在做这个动作 为什么会产生 他当时的一系列的 这种中风的症状呢 那么最后呢 我们在医学上 因为刚才我们 看到大屏幕上的图 那么这张图呢 是一个非常大面积的梗塞 同时有血管的臂塞 那么刚才所讲到的 这个病人呢 他其实血管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发现在他心脏当中呢 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洞 我们叫半卵圆孔 未必 那么好比说相当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正常来说 我们在成年人以后 他会地上这个小孔的 那么在有部分的患者当中 他不闭合 那么血流可能通过 我们的一个心脏的一个房间 不按正常的流通的方向 流到了另外一个方面 那么这个时候碰巧 他在身上的一个血管 有一些杂质 我们所谓所讲的垃圾也好 这种血酸也好 他就通过这样一个口 非正常的途径 过去了 挤进去了 直接就冲上去 引起我们脑部的一个中风 引起的这样一个梗塞 就是这么一个 二三十岁的撞小伙 在车间里正干活呢 突然就中风了 你们觉得会是什么样的 一个小动作引起的 车间里 会不会老坐着 或者说 我觉得他是太累了 或者是车间里就 休息车会不会躺着呀 然后猛的起来 会不会是锤呀 或者说 锤到自己吗 你的意思是 不是他老是 打击这个 就用力过猛 对对对 用力过猛 用力过猛 那肯定 你想车间干活 肯定要举东西呀 搬东西嘛 是不是 我们来看一看 第一个会引发脑中风的小动作 是什么 他们猜的对吗 是搬中物 还是快速起身呢 是举重物 还真是 跟这个重量有关系 就这样的一个动作 为什么会诱发中风啊 动作 我们平时都会经常做 这个动作 其实它还有一个专门的 一个专业的名词 它叫瓦斯动作 其实做这个动作的过程中 我们首先要屏住一口气 对不对 对 用力之前我们都 三呼吸 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 这口气不喷出去的时候 不呼出去的时候 我们的慧烟部 我们的声门会闭上 对不对 我们胸腔内的压力会增加 这个增加了以后 它会引起一系列的 我们体循环的改变 那么尤其是在心脏方面 心脏方面呢 我们刚才提出了一个概念 它有几个房 有四个房间 那么其中有两个房间呢 它因为先天发育的问题 没有闭合 这个时候呢 它就不按正常的血流通的一个渠道 它从另外一边 流通到不正常的另外一边的房间 再从房间里面的血流 跟随着血流 如果伴随着血栓的话 这个时候就是 我们心脏是一个崩 直接就把这个血栓就崩出去了 引起我们刚才的血管的堵塞 从而又发出中风的一个症状了 是吧 那我想问一下赵主任 这个心脏闭合不全的话 他自己平时知道吗 他如果不做这样使劲的动作 那么我们有一项这个 西方所学者所做的一个研究 在我们的一个小孩的时候 其实很多的时候 我们的半两孔 还没发生这个闭合或闭合的不全的 随着我们年龄增加 大部分人都会出现一个闭合的比较完整 那么有小数他会闭合不全 他平时其实没有任何症状 因为他没有影响他的新功能 他的生活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所以会忽略了这样的一个存在 所以这个才更危险 那么回应刚才我们的嘉宾所讲到的 为什么我天天在锻炼 又不出现呢 是不是 那是不是因为他的心脏长得比较漂亮 发育得比较好 这个我不敢有那么自信 所以呢刚才讲到这个时候呢 我们刚才不是有一个先决的两个条件之一吗 第一个 他可能在运动的时候 我们就做了一些准备运动 他血流是保持一个正常的一个循环的一个模式 这个时候血栓 他就没那么容易在我们体内形成 这是第一个 他可能会把这个原因消除掉了 第二个呢 那么可能就是说 你所谓用了一个漂亮 他的心脏长得比较漂亮 完美 那么他没有存在这样一个发育不全的一个情况 那他就不构成这样一个威胁了 所以刚才说的是咱们的第一个小动作 谁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搬点重物呢 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动作 他有可能会诱发中风 容易引发脑中风的第一个动作 搬重物 招主任提醒大家 体力活动量力而行 用力过猛 搬重物会引起心跳加快 血压升高 腹腔压力增高 甚至脑血管破裂 所以平时准备举重物时 一定要做好准备活动 避免不幸的发生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另外一个第二个小动作 会是什么呢 大家先猜一猜吧 给点提示吧主任 其实第二个这种日常生活当中的小动作呢 我们普通这个观众都会做 而且在我们刚才就在聊天过程中 我们发现我们在场的 就有发生过这样的一个动作 可能不是我吧 我就这样做得很好啊 二郎腿 二郎腿 那么这个动作 其实我们刚才 我们的男嘉宾做了一个动作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注意到 他经常很多小动作呢 不知道啥动作呢 我还是来揭晓一下答案 你们都觉得是 何战 何战 敲二郎腿 我比较耗误 我也觉得是 真的像嘉宾猜的那样啊 究竟容易引发脑中风的第二个小动作是什么呢 引发中风的小动作之二 是用力咳嗽 哦 他刚才咳了一下 但是好像他刚才咳的不是很严重 我们有一张图 这是一个咳嗽的动作 我们可以看背后 我们的血管是遍布我们全身的 那么尤其跟我们中风相关的颈部 我们可以看到的大屏幕当中 红色其实是代表的动脉 那个血是往上 就是供到我们脑袋的 蓝色这部分呢 它就是我们的静脉系统 是回收的 那么如果这些血管 它本身就存在一些病变 当我们做刚才剧烈的咳嗽的动作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压力也会产生改变 那么这种情况下 在这个基础上它发生了 我们这个动作 剧烈的动作就有可能诱发出中风 可能会出现 加上撕裂 或者是不稳定斑块的脱落 引起了酸塞 那么这个也会发生 但这个毕竟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通过这样一个小概率事件 我们得诱发出 我们这个时候 刚才我们第一部分对血 心脏的重视 第二部分 其实我们回到 其实这个血管本身也很重要 就是说用力咳嗽的时候 容易把血管给咳破 这个词听起来确实有点吓人 我们拿最初的血管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存在 血管本身 我们一些大的动脉的炎症 或者是本身 它有一些基础的因素 所导致血管的发育的 不良存在了 这是一个先决的条件 那么这个先决的条件 它本来就有一点问题 在里面存在了 它在我们做刚才的 一个剧烈的咳嗽的时候 会引起诱发出 这样撕裂的更加严重 或者迫使里面的血酸的形成脱落 又或者不稳定的斑块脱落 引起的酸塞 它刚才我们都没有留意到的 这种咳嗽 应该不至于会造成 这么严重的后果 对 没错 就是说我们之所以 把这个问题拿出来 是希望大家重视 那么做了这个动作 其实咳嗽 是人类当中的一个 自我保护的反射 但如果这些保护性动作 我们在做的过程中 我们的身体是存在了 好比说刚才心脏的问题 血管的问题 那它就会变成是一个诱发了 就点燃这一次事件当中的一个 导火索 假如说我们其实出现 剧烈咳嗽的时候 那么一定是我们的气道 或我们呼吸系统出现毛病的 还是及时去就医 第二个 我们又不能去回避 这种咳嗽的动作 有时候确实忍不住 对不对 那个时候 好 比如说我们会用一些 辅助的手段 然后拍拍背 然后再它 让你的咳嗽的动作 变得缓和一点 因为诱发我们咳嗽的话 就是喉咙痒 甚至里面的衣物 是 有这么一些诱发的因素 我们得把这个因素给消除 至少在这个层面上 我们把风险降到最低 对对对 赵哲人你有没有听说过 有一些老人家 他会在上厕所的时候中风 那是不是也是因为 使了不太恰当的劲 其实我们刚才所讲的 这么一个动作 它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 对不对 都使劲了 使劲了 用力 憋着一股气 那么增加这个压力的时候 其他地方如果有问题 那么就通过那个有问题的防线 比方说我们刚才所讲的心脏的问题 血管的问题 它突破了这个防线 产生我们的脑中风的一个情况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小动作 大家猜猜看会是什么呢 平时的工作都很忙 会经常会觉得腰酸背痛 脖子累 对不对 对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去做一些 哪方面的生活上都有一些小动作 推拿 SPA 自己 甩头 对 那么究竟是跟这些小动作有没有关系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道具 按摩床 那真的是 那肯定就是 按摩了 来我来揭晓一下 第三个容易引发中风的小动作是 真的是按摩 那究竟这按摩是怎么会诱发中风 那么有这样的先例吗 那么我们之前也发生过这样一个事例 这个事例我们可以看大屏幕 南京一家医院的护士 由于工作强度大 下了班之后会去一些养生馆进行按摩放松 按摩师诊断为经络不畅 于是在按摩颈部的时候 把所有的血管都疏通了一遍 这个疏通是打着引号的啊 也就是他认为的疏通啊 究竟有没有疏通 这很难说 结束以后 小林就开始出现头昏啊 恶心啊 手脚无力等等的症状 甚至连话都说不清楚了 后来被紧急送到医院 经过检查 医生初步断定是中风了 但是我们去按摩 经常都会说是我们经络不畅 对啊 赶紧按一按就把那个什么血脉啊 血脉说你 说你心理不舒服 就是因为不通了 其实按摩 中医当中其实又经常 包括我们的按摩推拿 都是我们治疗人体疾病的 很重要的手段 那么在这种有经验的 按摩理疗师的指导下呢 其实是非常安全的 如果不是的话 好比说我们 如果是有一些操作者的 一个不当的一个措施 又或者我们本身血管存在 一些病变 那么怎么样会引起 这样的中风呢 我们可以接触这张 这个按摩床 然后我们有没有嘉宾愿意来 现场被诱发一下 那我来吧 好 现在我们请赵周恩 跟我们演示一下 究竟平时在按摩的过程当中 有哪些动作是危险动作 做不好的话 可能会诱发中风呢 肩颈是我们最常 对 容易出现酸软 或者困乏类的一个情况 对对对 那么我们所以在按摩治疗的过程中 会通常会按摩到颈部 对 那在颈部按摩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其实是我们的动脉的 一个走形的部位 如果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按摩不恰当 比方说进行这个搏动的一个揉按 这个时候就我们会影响到血管 再加上如果它血管本身又存在 比方说我们经常的一个斑块 就像生锈一样的斑块 一进行按摩的时候 就有可能把它的按掉下来了 天哪 这是第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呢 这个部位呢 它是有我们一个颈动脉痘 这个痘呢 它是一箱的一个开关 如果你按下去的话 我们的全身的这个心血管系统 会发生一些改变 比方说血压的一个下降 这个颈动脉痘 一受到的外在的一个按压 刺激的时候 会调节我们的心血管的问题 会出现血压下降 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 就是在武打片里面 就是找到了一个命门 就往这一打 那个人就软下去了 所以这个部位 对没错 这个部位是有一定的危险的 不仅不能打 连按摩都不能按 我们还是要避开这样一个血管区 敲黑板 化重点 脑中风并非只发生在老年人身上 据统计 年轻型中风群的年龄不足45岁 发生的原因 大部分是用力不当造成的 颈动脉剥落 造成堵塞而导致的 所以搬重物 用力咳嗽 颈部按摩 这三种容易引发脑中风的动作 大家都要警惕 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 降低幅度将患病风险降低 之前都没有想过 有那么多的不经意间的小动作 就会诱发重风的发生 我们要怎么样 尽早的去分辨 它这会儿不舒服 究竟是不是重风了 在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当中 我们如何去识别 然后去了解重风呢 我们可以先从它的症状上 来去了解 首先是昏 我们都知道 肯定会出现昏迷啊 头晕啊之类的 那具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昏法 咱们来看一下 突然的昏 突 突然的一个昏谱 突然是一个时间上的 一个很短的时间发生 昏谱就是跌倒了 摔倒了 是一个很生动形象的一个词语 就告诉我们 忽然之间出现昏谱 跌倒在地 这是一个非常预警性比较高的一个动作跟症状 第一个就是昏 突然昏扑 摔到地上 第二是瘫 这个瘫应该就是指的是偏瘫 这还不是全瘫 这个偏瘫 这个偏非常关键 为什么呢 我们的大脑 它其实是分左边跟右边 对不对 刚才我们看到大脑是分左右两边的半球 我们大脑半球再往下一点 会集中到一个我们叫盐水的地方 它会发生交叉 就左边呢会指挥到右边去 右边呢指挥到左边去 一个血管发生病的问题是很常见的 对不对 但如果同时四根血管都发生病变 又同时发病 这个概率非常少 对不对 它可能会塞到另外一个血管 那么塞到任意一个血管都会出现一边 或左或右 那这个时候呢 尤其是在发生在一边的一侧的偏瘫 那这样的话它的特异性很高了 好来看看第三个症状是歪 哪歪了呢 口角歪斜 我猜猜是不是 还真是口角歪斜 歪是一个不正 也就是我们其实人的脸呢 相对是一个对称的这么一个状态 如果发生了像一边的一个歪斜 这个时候我们要引起注意了 刚才说了 婚 瘫 歪 第四个症状还是一个生僻字 第四个症状其实我们也会常用到 我们字一个减 这在医学上的一个表现就是 语言减色 就是刚才咱们总说的话说不清了吗 对没错 这部分的病人 他在不清晰的时候会出现含糊 比如像大舌头一样 说话说不清楚 这种语言减色 他还包括了有些 他说不出来 他连发音都可能发不出来 甚至可能会只发某一个音 那么还有另外一种的比较这个 他就是理解不了你的话 就好比如说你不懂这个 另外一种语言 比方说我们是一种这个法语 我们不了解 但他说的话 他自己说出来 他自己都听不懂 他是出现一些言语错乱 他没有任何的语法结构 他只是有声音在那边 他连自己都听不到 是因为我们的语言中枢处理 出现的问题 来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症状是麻 是全身发麻吗 也是偏的 偏身发麻 对 那么这个字呢 其实我们会经常会碰到 这么一个症状 就麻木 比方说 我是不是痛觉的感觉会变差了 或者是温度的感觉变差了 这个时候其实它还是属于我们所谓的麻的这么一个概念 那么这个概念如果发生在偏测的话 它就非常有意义了 中风虽然发病急来势凶猛 但是这些症状常在发病前的数分钟 数小时或者数天内出现 只要出现上述症状 都提示有中风的可能 以及引起重视 尽早去医院诊治 究竟中风现在比较高发于什么样的一个年龄段 或者说是人群呢 这个疾病发病的最常见的年龄 它是在55岁 当然这也是一个大概的这么一个概念 55岁以后呢 我们的年龄增加 这个时候我们患到中风病的风险会增加 第二个就是在其实从中医的角度 我们怎么去理解哪一些病人会容易出现中风 那么弹湿的体质 往往会容易出现一些体型的肥胖啊 比方说我们现在西医学所讲的相性性的肥胖 然后我们中医所讲的 有时候打呼噜很厉害啊 或是短啊 舌带很厚腻啊 然后经常的出现疲倦啊 乏力啊 困倦 这种的弹湿的体质 那么这部分的病人是因为它 可能伴随有从西医的角度 伴随有我们的代谢中科症的情况 包括糖尿病 血组的异常 高血压等这些因素 这是第一种常见的一个体质 第二个种常见的体质 就是一个血淤的体质 第一个看看我们脸色 是不是毁暗啊 包括我们的一个肤色 唇色 是不是比较瘀暗呢 那么再者就是 包括我们舌头 是会我们看到一些瘀斑啊 或者是一些舌头的舌质的一个瘀暗 那么这些都会 我们所谓的瘀血体质 很容易形成 像我们这个血瘀 然后引起的血管的比赛 这么一个状态 其实在中风我们称为它是叫四高 乃四高就是一个高发病率 就很普遍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病人 第二就是一个高自残率 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 遗留着中风症状的这部分的一个老百姓 第三个就是一个高死亡率 所以我们在身边当中都会遇到这么一个因为中风而离开我们的一个患者 第四个就是高复发率 它还容易出现复发 这是它的一个疾病的一个特点 脑中风一旦发病 多数很难完全治好 更会出现很多并发症 像肺部感染 露窗 关节静挛 癫痫 抑郁等 所以预防脑中风尤为关键 我知道今天赵总 他说我们带来了两个很好的预防的方子 在家里面做饭的时候 然后煲汤的时候就可以用起来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第一款的就是一个叫薄酥玉米粥 那么紫苏叶在中医当中的还是有些芳香 醒皮化着的这样一个作用的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薄荷叶 薄荷叶我们闻起来会非常的一个清香的一个味道 凉收收的味道 那么在中医方面呢 它其实也有些这个清凉开窍的这个作用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大米 还有我们的义仁 义米呢 其实在中医当中是一个比较好的健脾立湿的 那么这一款粥呢 其实适合我们什么样的人群 比方说我们会 刚才所讲到的 痰湿比较厉害的 容易出现一些疲倦 困倦 呵欠 连连 等这一类的症状的人呢 他比较适合 那么他是用我们这样的一个主材 来进行一个熬成粥 那么你分若干 平时作为一个调理 保健 预防的用 实用就可以了 那是一闻到薄荷脑和这个紫苏的味道 一下就精神了嘛 哪还会疲倦啊 特别提神呢 对 那么这些量呢 其实我们提供了一个基本的量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口感 口味可能不太相同 当我们将玉米跟米进行煮成粥完了以后 最后的五到十五分钟 我们可以选择适当量的一个薄荷紫苏 来进行最后放 然后你会得到一个比较芳香开窍 醒皮的这么一个粥了 好 那另外一道 这应该是汤吧 因为我看到了一只乌鸡 那么今天给各位推荐的就是一个乌鸡 五指茅桃的固本汤 那么这个汤呢 其实我们先从乌鸡当中得到我们的 我们血肉 柔情之物作为一个奠定我们人体能量的需要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物质条件 那再者呢 我们加适当的一些瘦肉 或者这个加到里面去进行同时的一个建筑 我们岭南常用到的一个就是五指茅桃 它非常有一个淡淡的一个椰香味 没有那个北齐之灶 但是又同时兼具北齐那种补气的力量 那么又比较好的一个食材 最后呢 其实我们放若干的生姜进行一个调味 最后就是在 你可以根据您这个汤的汤的一个味道 适量的加点盐 那么基本上就可以熬成一个我们乌鸡五指茅桃的固本汤了 我们这两款的一个食疗 对于其实第一款 就对于我们一些脾虚弹湿的病的老百姓比较适合 就改善我们的一些症状 包括喝歉年年啊 然后头目的困重的这个情况 那么第二个是一个浮衣气血的固本的 适合我们本身一些气血不足的一个老百姓去使用 非常感谢赵主任今天来到节目当中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预防中风的知识 谢谢您 也谢谢我们的三位健康掌门人 谢谢你们 我们这期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在中风早期症状发现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广东省中医院 它很早的时候就开展了 像我们取栓的这样的一个技术 尤其是在4.5个小时 或者尽可能早的 到达我们有能力救治中风病的这么一个医院 进行诊疗的话 有可能我们有相当多的 一个患者能避免出现死亡 减少他的残疾的一个情况 现在我们下期节目令下期她开 meny午后 我们下期节目 iqu寡 如果有球